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歌和文章都写得非常好 在文学上成就很高 所以被称为百代文宗 是唐宋八大家中的领袖人物 可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韩玉出身贫寒 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后来哥哥和嫂嫂把他抚养长大 他参加科举考试考了四次才中 他的性格非常耿直 有什么就说什么 这样的性格在朝天里不怎么受欢迎 所以他的仕途也非常坎坷 面对挫折 韩玉却没有退缩 他越挫越勇 积极奋进 虽然地位不高 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 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 推动诗歌创新 古文运动 倡导儒学 成为了当时文坛的领导者 知和解都是知道的意思 财思就是才华和能力 诗人用拟人画的手法 描绘木春的景色 既活泼又有趣 诗里的羊花鱼甲 不正是含义自己吗 羊花和鱼甲虽然没有繁花一样美艳的容貌 但仍然用尽全力 像雪花一样漫天遍野地飘舞 用自己的生命为春天增添一份与众不同的景色 普通的人们虽然没有高贵的身份 显赫的地位 但也有属于自己的色彩和光辉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时光 抓住时机 去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呢 有了 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Tina 渗 vaz trade